一個就是規劃師班的帳號 一個就是工程師班的帳號 這個正正反映了我們整個岩洞總綱圖 是一個跨專業界別合作的學員 也得到規劃師學會和工程師的機構 國際機構的認可 我們推整個岩洞的發展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香港 我們找一些新土地資源的方法 還有發展岩洞 其實在香港來說還有一個好處 那些山其實是很接近市區的邊緣 我們已經有一個好的交通網絡配套 我們就不用再大規模地興建一些基建的項目 然後才去發展岩洞 為什麼在比賽裡面我們有些優勢呢 就是通常比賽的項目裡面都是一個單一的項目 或者是一個單一的土地利用 但是這次我們做了一個很策略性的規劃 這個是說謊性的 我們找了48個可以適合發展岩洞的地方 還有我們不是找了一個地方就算 這些地方無論是交通環境等等的因素 我們都看過適合的 所以岩洞總綱圖可以是一個很好的促進劑 給政府或者私人機構私人發展 去向這方面多作談圖 我們希望在早期的階段讓一些項目長野人知道 其實在外國的經驗 他有一些設施是適合放在岩洞 也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而那個用處就不只是污水處理廠 還有立法宣運站、配水庫庫 我們還是剛才說的很多不同類型 例如數據中心、倉庫、游泳池、體育館 很多不同類型的設施都適合放在這裏 甚至一些物流的行業 其實他們都是放在岩洞那裏 當一些設施現在放在未免的 他們搬進去的岩洞之後 那個空間運用也好很多 變成在規劃上也彈性很多 也改善了整個社區的生活 這次參加比賽 其實我們高興的地方不是拿了個獎 是覺得我們這個做法 一個策略性的規劃研究 這樣提供一個機會給將來岩洞發展的倉議員 似乎國際上都承認是一個好的方向 其實住污水廠 因為在山洞裏面 其實一般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裏是有一個污水廠的 就算當地的居民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